同学们好 今天我们学习第四章 无形资产 首先看一下本章内容导读 对这一章进行一个大致的了解 这一章总共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 无形资产的确认和初始伎量 第二节是有关内部研究开发的支出 如何进行确认和伎量 第三节 无形资产的后续伎量 第四节 无形资产的处置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本章考情分析 这一章属于比较重要的章节 因为有分数 所以就比较重要 每年考一个单选 多选 那就是两分题 主要考点包括第一 无形资产的初始伎量 第二是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 第三是有关无形资产的后续伎量 第四是无形资产的处置 本章近三年考题 题型都是客观题 也就是说每年考一个单选或者多选 那就是两分 2021年本章教材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那这一章总体上和固定资产来说 都是属于比较重要的 也就是说每年都会考一点题目 单选或者多选 难度不算太大 都属于基础的章节 内容也不算太多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本章知识讲解 首先看第一节 无形资产的确认和初始伎量 在这一节里面我们讲四个大问题 第一个是无形资产定义和特征 第二个是无形资产的内容 第三个是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 第四个是无形资产的初始伎量 重点掌握的是第四个问题 下面我们首先看第一个大问题 无形资产的定义与特征 无形资产是指企业拥有或者控制 没有失误形态的可辨认的非货币性资产 从无形资产定义里面可以看出 无形资产具有这么几个方面特征 第一个方面它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并且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力的资源 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资产的定义 首先要满足这一条 另外无形资产一个特殊性 和我们前面所讲的固定资产不一样 它不具有实物形态 我们前面讲固定资产是有形资产 那么无形资产是没有实物形态 看不见摸不着的 第三非常重要 那就是无形资产具有可辨认性 在无形资产定义里面 这三个字可辨认 实际上就将另外一项资产予以排除了 那就是商欲 商欲属于不可辨认的资产 既然是这样 那就不符合无形资产的定义 那商欲是什么 商欲就是商欲 商欲是和无形资产平齐平坐的 另外一项资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商欲和无形资产不太一样 无形资产比如土地使用权 商标权 专利权 这些资产 它有个特征 它可以 企业将其对外转让 出售 也就是说它可以脱离企业 那就说明什么 它是可以单独辨认的一项资产 企业可以单独就这一项土地使用权 商标权 专利权 予以转让出售 所以它是可以辨认出来的 反之商欲不是这样的 商欲 比如说 商欲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企业自创的 通过企业多年的经营管理 然后形成一个品牌 另外有的企业可能 具有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 它所处的环境 是一个优越的地理位置 等等一些因素 是企业自创的一种商欲 更多的商欲是什么呢 是企业通过合并 并购而形成的 溢价的部分是商欲 那我们这主要讲的是 企业通过合并 而形成的商欲 商欲呢 比如说 大家举个例子来说 甲公司非常看好乙公司 未来的发展前景 所以呢 甲公司以溢价 并购了乙公司 然后收购进来以后 这个溢价的部分呢 是作为商欲的 我们到后面 还会详细的讲 商欲的问题 因为在资产减值里面 会讲到商欲的减值 那这里面一个问题 甲公司非常看好 乙公司未来的发展前景 但他不能单独只出一个溢价部分 把商欲买回来 你要想取得这个商欲 必须要把这个乙企业 连同商欲 一定收购下来 也就是说明一个问题 商欲与乙企业是无法分离的 你要取得的这个商欲 那就是要把这个乙公司得收购下来 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 商欲它是无法与企业分离出来的 无法单独辨认的 所以商欲是一种不可辨认的资产 好 给大家这样解释一下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了 就是说商欲是不符合无形资产定义 它是另外一项与无形资产平起平坐的 单独的一项资产 最后一个特征 那就是无形资产 和我们前面所讲的固定资产一样 它都是属于非货币性资产 好 这一块给大家就一些定义 基本概念 大家做个解释 接下来第二个问题 这个大致了解一下 无形资产的内容包括 比如专利权 非专利技术 也就是专有技术 还有商标权 著作权 土地使用权 版权 然后特许 经营权等等等等 下面我们看第三个问题 无形资产的确认条件 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说 第一章就讲到资产的确认条件 然后再重获固定资产 包括今天无形资产 它讲的确认条件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首先要符合资产的定义 然后同时满足下来两个条件 予以确认 在这给大家写一个提示 那就是企业内部产生的品牌 报康明 这些不能算无形资产 不能确认为无形资产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成本是没办法 予以可靠的计量 不符合无形资产确认的 其中这样一个条件 我们要求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那么在选择题里面注意一下 哪些属于无形资产 或者说能够确认的 要区分开来 下面第四个问题 这是我们这一节里面 主要掌握的问题 那就是无形资产的初始计量 不同的方式 取得的无形资产 它的成本怎么确定 首先看括号一 外购的无形资产成本 第一个问题是 外购无形资产成本的内容 包括哪一些 不包括哪一些 选择题就出来了 那么给大家画了一张表 上半部是 外购无形资产的成本 包括哪一些 那么待会儿还会讲到 不包括哪一些 外购的无形资产 它的成本包括一 买价 这是自己主要的部分 第二 相关税费 在购买过程当中 发生的一些费用 第三 直接归属于 使该项资产 达到预定用途 所发生的其他的支出 那实际上 类似于我们前面 所讲的固定资产的成本 外购的固定资产成本了 也是什么 买价了 相关税费了 还有其他一些支出了 具体来说 这个其他支出包括哪一些 一 是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 所发生的专业服务费 这个算 我们在固定资产里面 也讲到这一点 另外 测试无形资产 是否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费用 也就是测试费 那这些都包括在无形资产的成本里面 相反 下面这一部分 那就是不构成无形资产的成本 分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方面 下列各项不包括在无形资产的初始成本中 哪一些呢 全一 为引入新产品 进行宣传 所发生的广告费管理费用 以及其他的一些间接的费用 不能算 第二 无形资产已经达到预定用途以后 注意这两个字 以后所发生的费用 这个不能再形成无形资产的成本了 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 那就是形成无形资产 它的初始成本已经确定下来了 以后再发生的费用不能再算了 第二个方面 在形成预定经济规模之前 发生的初始的运作的损失 以及在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之前 发生的其他经营活动的支出 这个其他经营活动支出 并非是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 所逼不可少的 所以即使是之前的 但它并不是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 所一定要发生的 那么这些相经营活动的损益 应当在发生时记录当期损益 而不能记录无形资产成本 所以这一块实际上也是选择题的内容 那么括号二里面实际上也有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 初始运作的损失 第二个是什么 以及那就是第二个 在达到预定用途之前 发生的其他的经营活动支出 而且这种经营活动支出 它并不是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 所必须要发生的 既然是这样 就不能算在无形资产成本里面 好了 这块括号一两小碟 括号二实际上也有两小碟 都不构成无形资产成本 下面第二个问题 这个相对比较重要一些 购买的无形资产超过正常信用条件 延期支付价况 事实上具有融资性质的 那么无形资产的成本 应当以购买价款的限值为基础确定 大家一看到这个 就想到我们在固定资产里面 其实已经学习过相关类的 那今天学无形资产 其实就是复习一下 相信大家在第三章 把这个问题搞清 分期付款具有融资性质 购买固定资产的会计助理 搞清楚以后 这个就不是个事了 购买价款的限值 与应付价款之间的差额 作为未确认融资费用 这一点大家应该已经熟悉了 而且在固定资产里面 我们还教过大家怎么样计算的方法 画两个定型账户 待会还会讲这个问题 好了 未确认融资费用在付款期间内 按照实际利率 确认每期的利息费用 下面我们结合教材 例题二来看一下 2005年1月8号 甲公司从乙公司购入一项商标权 由于甲公司资金周转比较紧张 经与乙公司协议 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款项 合同约定 该项商标权总共是1000万 每年年末看题目 每年年末付200万 五年付清 甲林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5% 那就是我们的折现率 或者说就是我们的实际利率了 为了简化核算 甲林不考虑其他的相关税费 已知五年期5%利率 年金限制系数4.4295 我一直说这个系数 你不用担心 会直接告诉我们的 同样的问题 我们教材 然后就给我们来表了 我们上课给大家怎么说的 不要去看它 这些都不要去管它 你都不用看 这个表的 教材上那个表都不要看了 我们会教你方法的 好 下面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算限制了 这个容易 因为这也是符合一个年金的限制 所以等于年金是多少 年金A是200 乘以年金限制系数已知 所以该项无形资产的限制 865.9 我们刚才就说了 要按照应付价款的限制来入战 所以无形资产 按照限制入战 然后两者之间差额134.1 记在未确认融资费用里面 然后在未来五年期间 我们每一期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 下面就是分摊 第一年年末 首先付个200万 这个简单 关键是这一笔分楼 借财务费用 因为无形资产已经达到预定用途了 所以我们这儿就费用化了 不是资本化的问题了 直接寄到财务费用里面 金额多少呢 43.3万 怎么来的 那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 讲固定资产 分期付款具有融资性质的问题一样 画一个定次行账户 糟糕纸上画一个定次行账户 我们把两个定次行账户 两个定次行账户的金额登上去 长期应付款贷款一千 未确认融资费用刚才是多少 前面是134.1 好了 这两个数字有了 有了 两个一减 两个一减乘以实习利率5% 43.3 那就出来了 所以第一年数字出来以后怎么做啊 我们前面交过你 两个一减把余额算出来呗 余额算出来 还有90.8 这边因为第一年莫付了200 还有800 还有800 好了 那第二年怎么做 如此类推呗 两个超高纸上 两个定次行账户 换好以后两个一减 减完以后乘以5% 第二年35.46 又出来了 好了 如此类推 这道题总共有五年 我也不想算下去了 不用再 不想再说下去了 第三年 第四年 最后一年 其实都不用算了 直接就把余额转过来 使它为零就可以了 那这道题是五年的时间 我们中间掌握前两年就够了 一般考题来讲 考核两年就差不多了 好了 那这样呢 实际上我们在操考试上就完成 题目做到哪一年 我这个定次行账户就画到哪一年 我不需要把完整的一个表画出来 或者说 我不需要再做题目时 尤其是选择题 我不需要把五年全算出来 假如题目来个十年 你还算十年了 是不是 没有必要 我根据题目的要求 你让我要算到哪一年 我就算到哪一年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个43.3 大家就没有问题了 接着 再看一下 2006年底 第二年底 第二年底 第一笔分路200万 第二笔分路35.46万 刚才已经算好了 行了 后面念教材 教材上都写出来了 我在这儿 不想多说了 以后年度略就可以了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教材的立题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又编了一道题目 多选题 让大家再练习一下 我们前面说过 对于这些有难度的知识点 我们分部主 先讲原理 然后讲教材立题 然后我们再提供一道习题 供大家参考 大家在学习时 你也可以暂停下来 自己先做一下这个题目 做完以后和答案再核对一下 如果对了 说明什么 说明你完全掌握了 那非常好 如果有问题 你再听一下这个课件 或者说 我即使做对了 我也在做完题目以后 我再听一下老师的讲解分析 看看有什么新的收获 这就是一种学习方法 并不一定非得等老师讲完这个题 然后你才去做 你完全可以提前先做一下 因为你前面已经学了呀 教材立题也讲过了 那么你可以直接来做一道题 试一试吧 检验一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2020年1月1号 甲公司从乙公司购入一项无形资产 由于资金周转紧张 甲公司与乙公司协议 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款项 协议约定该无形资产作价2000万元 甲公司2020年1月1号支付400万元 剩余款项自2020年12月31日 每年年末付款400万元 分4年付清 这道题和教材立题不太一样了 它实际上是在协议当日就已经付了400万 剩余的款项每年年末支付 总的实际上也是分5期付清的 只是在协议当日提前付了一个400万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题目 甲林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为5% 以至4年期的年利率5%限制系数 还有5年期的5%限制系数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来甲公司与该项无形资产相关的会计处理桩 正确的有哪一些 这是个多选题ABCD 当然这道题呢 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就识别出来 哪个对哪个错 我们前面教大家方法 像这种类型的题目 也就是说考到这种知识点 我们前面说过 在操稿纸上画个图表 画一条线 标一下现金流量 然后呢再画两个丁子银账户 然后根据我们前面讲的方法 能够予以计算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画个图表来说一下 根据题目的条件 2020年1月1号 我们1月1号就这个三角形 这个点上面付了一个四百万 然后每年年末付个四百万 总的也是分五七 五个四百 单和教材立体不同的是 它实际上是在第一年的 1月1号就已经付过这个四百万 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计算限值呢 告诉大家 你可以先假定这个四百 没有 四百没有的话 你再看这个图表 你就很明显看出 站在这个点上 这个点上相当于是个零点 相当于是个零点 站在这个点上 大家看一下 零一二三四四年 那么就相当于四个四百万的年末吧 这其实就是财务管理上的一个指示点 叫先富年金 或者说叫预富年金 每年年初 那我现在怎么算它的限制 我现在假定这个四百没有呗 那不就变成普通年金了吗 那这个四百 怎么办啊 今天的一块钱 价值是一块钱 那么今天的四百万 那价值就是四百万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限制先算出来 这个限制是四个四百 乘以四年咯 年金限制系数算出来是1418.4 然后在这个基础站 那今天的限制 站在这个点上的限制 再加个四百万 因为你今天的一块钱 价值一块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无形资产出战价值等于多少 等于今天的四百万 加上刚才说的按限制住战 所以是1818.4 待会他长期应付款 四个四百万 一千六 待会带银行存款 你今天当天就付了四百万 带银行存款四百万 未确认融资费用 这个数字其实是一千六 四个四百万的 减去1418.4 他俩之间的一个限制吧 你可以理解为上面一个四百万没有 剩下面一个四百万没有 那不就正好吗 是不是 诶 这题目稍稍变通一下 我们也会做 好了 题目分析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计算了 我们划两个定制性账户 长期付款未确认融资费用 长期付款一千六 不是两千了 一千六 然后这个是181.6 那么在第一年年末 如此类推了 写面前的方法一样 两个亿减乘以百分之五 算出七十点九二 第一年的财务费用七十点九二 这个算出来以后 把余额算出来 然后呢 这是付了四百 还有一千二 一千二 那么实际上 第二年也就出来了 五十四点四七 再把余额结一下 这相当于是第二年 好 那么看题目的要求啊 我们来看看题目的条件 A 2020年确认财务费用七十点九二 刚才定制性账户已经画出来了 对的 B 2021年确认财务费用是五十四点四七 没问题 对的 C 2020年1月1号 确认无形资产1418.4 这是错误的 还有一个四百倍加上去 所以这个C是错误的 关键是D了 2020年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 长期应付款项目 列报金额是这么多 对不对的问题 关于这个列报金额 我在固定资产里面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这个支持点了 那今天我们就是 实际上是如此类推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都是一个道理 长期应付款 在2020年12月31号 报表上列报项目 应当等于 长期应付款 科目余额 减去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余额 减完以后 还要减去什么 还要减去一年类到期的部分 那么我们下面看一下 刚才画的定资产账户 这个余额是2020年12月31号 长期付款1200 这是未确认融资费用110.68 两个一减 减完了是不是 这是余额 没完 还要减去什么 还要减去在第二年 支付的本金部分 这个相对比较复杂一些 下面我把这个分析过程给大家说一下 前面呢 我们给大家也正好顺便讲一下 第一个 2020年确认财务费用 刚才的计算是定资云账户 这更直观一些 可以看得出来的 70.92 因为这个数字实际上就是 这个部分 也就是这个部分 或者说就是 出支本金 这个定资云账户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在固定资产已经讲过 这个相当于我四年付款额 本加息 这个是 实际上是本利和 本利和总的数字 这是总的利息 两者之间的差额 其实相当于你的本金 相当于就是本金 所以这个本金实际上是多少 这是利息 这是总的利息 总的利息 这是总的本利和 那总的本金 利息有了 总的本金 那实际上是多少 1418.4 这是总的本金 总的本金 好了 那么 第一年 这就相当于也是本金啊 你在年初 借了1418.4的本金 借一年 5% 那不就是70.92的利息吗 经济行义上就这么理解 1418.4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第一年年初 借了本金 2020年1月1号 未确认融资费用 两者一减 181.6 这是总的利息 没有错 然后2021年 确认财务费用 我们前面教过大家的方法 这是 长期付款的余额 这是未确认融资费用的余额 两个一减 就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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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一减 减完以后 乘以54.47% 考试题 它不要你写过程 因为这是选择题嘛 我们在超高纸上 定自己账户更直观一些 我们这要解析 所以要把过程列出来 反而显得复杂一些 所以A和B是对的 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那么C刚才也说了 无形资产作战价值 应该是1818.4 所以C是错误的 关键是最后一个 2021年 未确认融资费用 贪行销是54.471 那么2021年 应付本金减少的金额是 三四五点五三 这句话什么意思 在第一年 四百万里面 其实 一部分是本金 一部分是利息 利息是70.92 这是每一期 你付的钱里面的利息 然后这个四百万里面 每一年不得要付个四百万吗 利息是54.47 分摊的就是本期的利息 四百万里面 本金是多少呢 本金就是三四五点五三 三四五点五三 合起来就是四百 上面是一样的 上面是三二九点零八 好 那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意思呢 总共本金 一四一八点四 第一年还了这么多本金 第二年将要偿还 四百万里面 有三四五点五三的本金 那么长期应付款 在第一年年末 报表上 列报项目 除了要减去 未确认融资费用之外 还要减去 一年内到期 将要偿还的部分 这个三四五点五三 实际上是第二年末 将要偿还的本金 要把它减掉 不能直接减四百 要减去偿还的本金 所以三四五点五三 它站在第一年末来说 实际上属于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既然是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我们在2020年资产负债表上 因为这是2021年 12月31号支付的部分 站在2020年 12月31号资产负债表上 那个数字要列到 资产负债表的这一桶里面去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所以在2020年12月31号 长期付款的项目 列报金额是多少呢 1418.4 我已经直接以本金来算了 我这表写了一下 这是原始总的本金 然后减去第一年已付的本金 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 第一年四百万里面 这是利息 剩下的就是偿还的本金 这是第二年偿还的本金 第二年应付本金 站在2020年12月31号 上面支付 但是它属于一年内到期的部分 所以在资产负债表里面 要重逢类 把这个345.53 也要从长期付款里面扣掉 它不再属于长期负债了 站在2020年12月31号 它属于流动负债 放哪儿 放到上面 所以这儿减完以后 剩下的部分 才是2020年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上 长期应付款 列报的金额 所以这个问题相对复杂一些 关于这一点呢 如果你在这儿不清楚 还是要把固定资产那一块 我花的时间比较多一些 那儿给大家讲的比较 花的时间比较多 讲的比较清楚 所以把那儿再看一遍 我那儿分了好几年 分解开来了 好 这儿因为是个选择题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 只是简单的给大家分析一下 那这样呢 我们得到一个结果是 743.79 所以递选项是错误的 好 这道题相对来讲 有点难度 下面我们再看 扣二 投资者投入的无形资产成本 这个问题不用多说了 我们在从货里面讲到 投资者投入从货的成本 在固定资产里面也讲到 投资人投入的固定资产的成本 那么作为接受投资方来说 接受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从货都是按照什么金额 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来入战 如果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 并不光云 那么就应该按照光云价值入战 都是这么说的 不用多讲了 好了 接下来固号三口 固号四呢 我们是后面章节内容 到后面再分析 下面固号五 这个需要大家掌握 土地使用权的快捷处理 因为今天我们讲到无形资产了 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 通常不是绝对的 通常应当照取得时 所支付的价款及相关税费 确认为无形资产 一般情况下 土地使用权是企业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用于自行建造厂房等地上建筑物时 土地使用权的扎面价值不与地上建筑 不与地上建筑合并计算成本 而仍然作为无形资产单独进行核算 土地使用权与地上建筑两者之间应当分别摊销 分别体折旧 什么意思 举例子 假公司花了一个亿 拿了一块地 然后在这块地上建造帮工大楼 整个帮工大楼地上建筑物 土建工程 假定整个是八千万 但是你不能把这一点八个亿 全部作为固定资产 而应当土地地作为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核算 地上建筑作为固定资产 那请核算分别摊销和折旧 单下列情况除外 下列什么情况呢 第一 谁呢 房地产开发企业 这个问题我们在从获给大家提到了 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 关键要看你干什么 如果你是用于建造对外出售的房屋建筑 那对房地产开发企业来说 那属于从获 因为你开发建造对外出售 那商品房属于你的从获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取得的土地使用权 应当进入房屋建筑的成本 也就是记载 开发成本里 反之 如果是房地产开发企业 取得土地使用权 用于建造 帮关大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这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应当作为无形资产 那我们有的题目 会把这两个问题混合在一起 他说拿了一块地 然后三分之二的部分 三分之二的部分 是建造地外出售的商品房 三分之一的部分 建造是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行政办公大楼 那么这个要必须按比例分摊了 三分之二的部分作为从获 三分之一的部分作为无形资产 第二个问题是 企业外购的房屋建筑物实际支付的价款中 包含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价值 那么应当以支付的价款 按照合理的方法 比如按照公允价值的比例 将土地和地上建筑物两者之间的仅分配 土地使用权是多少作为无形资产 地上建筑物是多少作为固定资产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买房呢 咱们买是一套一套的是不是 我给大家说一下以前的情况 2005年左右 在上海外资到上海大局购买房产 不是我们现在一套房一套房的买 人家怎么买 人家是一栋楼买下来的 几十亿 那么这一栋楼买下来了 其实连同土地使用权 连同地上建筑一并买下来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不能把整栋楼就作为一个固定资产 而应当要区分地上这个土地使用权价值多少 地上建筑价值多少 然后分别作为无形资产和固定资产的核算 那么后来呢 实际上当初在2005年 为什么当时外资大局在中国境内购买这个房产 就是赌这个人民币升值 我们当时人民币是8.2级 然后在2005年人民币汇改 汇率汇改以后 8.2到7甚至到6附近 那实际上外资呢 实际上在外汇这一块也赚了一大笔钱 不要说帆长的升值这一块 帆长升值呢 其实后来这个帆长的升值是最主要的部分 好 那后来买房就不是了 后来买房呢 外资到上海买房 那就一层一层的买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买房 有些土豪啊 在上海买房 那就是一单元的买 什么意思啊 一层楼下来 101 201 301 401 一直到801全买下来 是这样吧 那现在买房 房价也贵了 那就是一套一套的 好 回到我们这来 如果确实无法区分地上建筑物与土地使用权之间 进行合理分配的 我们很难进行合理分配的 那么就全部作为固定资产 这是特殊情况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那么讲完这个 这儿写了个提示 如果企业改变土地使用权的用途 停止自用 而将其用于赚取租金或者资本增值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该土地使用权应当有无形资产 转为投资性房地产 那这个呢 是属于我们后面即将要讲到的投资性房地产的内容 我们到后面再说 下面 库号六 这个呢 还是一个挺复杂 有难度的问题 这个我们在26章给大家来解释 企业合并 取得的无形资产 它的成本怎么确定 那今天我们在这不展开 下面我们继续学习本章的第二节 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确认和计量 在这一节里面讲四个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 第二个是 开发阶段有关支出资本化的条件 第三个是 内部开发无形资产的计量 第四个是 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会计处理 主要是掌握会计处理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划分 有关内部研究开发无形资产的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研究阶段 在研究阶段的有关支出在发生时 全部予以费用化 记入当期损益 也就是记入管理费用 第二在开发阶段 开发阶段要区分了 企业如果能够证明 开发阶段所发生的有关支出 满足无形资产的定义和确认条件 这句话换言之 那就是符合资本化条件 既然是这样 那么所发生的支出 应当予以资本化 确认为无形资产成本 当然 这个无形资产成本是之 先要记在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里面 我们后面讲会计处理 还会详细来说 反之 如果不符合无形资产定义和确认条件 那就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不符合资本化条件 就应当予以费用化 进入当期损益 也就是管理费用 关于这个问题 我在这画一个版书 比较直观的给大家说明 对于研究阶段 没什么可说的 所有的支出 全部费用化 进入当期损益 而对于开发阶段 要区分的 如果相关支出 满足无形资产定义及 相关确认条件 那说明它符合资本化条件 那就是资本化 反之 如果不满足 无形资产定义及确认条件 那其实就是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那就应当 进入当期损益 叫费用化 下面 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 开发无形资产 有关支出资本化的条件 刚才我们就说了 满足资本化条件 那就应当资本化 那到底什么是资本化条件 那这儿呢 第二个问题 给我们说了一下 当然这个问题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在这儿也就看一下就可以了 实际上是我们的实务当中 带有职业判断的 准则给我们这些指引 主要是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学了是要用的 那么在实务当中 我怎么去区分 是资本化还是费用化 因为在实务当中 有些确实需要职业判断 非常模糊的一些问题 在开发阶段 判断可以将有关支出资本化 确认为无形资产 必须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完成该无形资产 以使其能够使用或者出售 在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技术上的可行性 第二个是具有完成该无形资产 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 在企业管理层 是否有这个意图 我研发出来以后 那么是否用于自己的 长命的生产使用呢 还是说我研发出来 将这个技术进行转转 有没有这个意图 有那就满足其中一条 第三无形资产产生经济力的方式 包括能够证明 运用该无形资产生产的产品 存在一个市场 或者说无形资产本身存在市场 那如果无形资产研发出来以后 是用于企业内部使用的 那么我们在内部使用时 是否有用性 也就是说明它是否有一个价值 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是否能够产生经济利益 你不能产生经济利益 那就不能资本化的 那是费用化 第四 有足够的技术 财务资源和其他资源的支持 这什么意思呢 你有没有一定的技术支援 或者说你有没有财务资源 有没有钱 因为开发是要烧钱的 你有没有这个钱烧 你没有这个钱烧的话 那你很可能到中间就终止了 那既然到中间终止了 那这个研发就失败了 那你就不能资本化 第五 归属于该无形资产开发阶段支出 支出能够可靠伎量 金额能够可靠伎量 这肯定的 金额不能可靠的伎量 我怎么予以确认呢 好 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 才能予以资本化 那么在这儿呢 给大家写了个提示 企业对于开发活动发生的支出 应单独核算 如果发生的开发人员的工资 材料费等等 在企业同时从事多项开发活动的情况下 那么所发生的支出 同时用于制止多项开发活动的 那也就是说 你发生了一些共同的费用 共同负担的一些费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应当按照一定的标准 把这个发生的共同的费用 在各项开发活动之间 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的 这是有道理的 在实务当中 我们确实有这种情况 我们可能开发几个项目 但同时呢 我们可能有的研发人员 同时在做几件事情 那么他的职工薪酬 怎么分配的问题 这个有的同学在实务当中做实务的 可能比较了解一些 那么我有时候也给一些研究 研发单位 软件公司啊 做一些咨询 给他们做一些指导 那其实也在实务当中 碰到这些问题 确实需要进行一个分配 这样才合理 反过来说 这句话要注意了 如果无法明确分配的 我很模糊的 不知道怎么分的 那不知道怎么分 那就必须要全部费用化 不进入开发活动成本 注意最后一句话 下面我们再看第三个问题 内部开发无形资产的计量 内部开发活动 形成的无形资产 它的成本有哪些呢 就是有可直接归属于该资产的 创造生产 并使用 并使该资产能够以管理层预定的方式 运作所发生的必要的支出 具体来说 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 我们在开发无形资产过程当中 所消耗的材料费 劳务费 注意 还有一个注册费 我们可能研发成功以后 我们要注册 申请注册 那么会发生注册费 第二 在开发该无形资产过程当中 使用了其他专利权和特许权的摊销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我在开发A无形资产时 需要利用B专利权 或者说特许权 那说明什么 B无形资产是为A服务的 那B无形资产 如果它是需要贪销的话 那么它贪销的金额 就应当记入A的研发成本里面 三 按照借管费用准则的规定 予以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这一点和我们前面固定资产是一样的 如果企业是通过银行贷款 发行债券进行研发 那么首先一个前提 那就是你这个银行借款 发行债券它的利息 在符合资本化的条件下 也有同学今天不太了解 什么叫符合资本化呀 没有关系 我一直我在第三章就一直在说 这个是等到后面章节 借款费用学完以后 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予以资本化了 目前我们在做题目时 题目会直接告诉我们 予以资本化的利息是多少 所以呢我在这一章在给大家做题目时 没有把涉及到后面章节的 这个知识点的题目拿到这来 比如给大家一道题 要算一下借款费用资本化 那么开始资本化 暂停资本化 停止资本化 那这个呢知识点还没有学到 所以我们在这不宜给大家扩展的太多 这个呢可能要等到后面 比如CT班了 或者说等到后面我们的核心技术班 我们开始开始有点归纳总结的性质了 冲刺班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些前后知识点 可以关联起来了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呢 呃 那就是明确 寓意资本化的 那就要寄到成本里面去 你如果不明白什么叫寓意资本化 没有关系 什么叫寓意资本化 那后面学了再说 第四 未使无形资产达到预定运渡前 所发生的其他的必要支出 那这个四是实际上是个兜底条款了 比如说其他的 也是我们达到预定运渡前 应该要发生的必要的支出 那都送到成本里面 下面一个提示 请大家注意 在开发无形资产过程中发生的 除了上述可直接归属于 无形资产开发活动的 其他的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等间接费用 这一点我们在前面也提到过 我们在前面讲无形资产 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了 另外呢 还有一个 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前 所发生的可辨认的无效和出使的运作损失 不能算在无形资产里面 还有第三 为运行该无形资产所发生的培训支出 都不能算在无形资产的成本里面 好 这个给大家提示一下 下面再来看一个提示 值得强调的是 内部开发无形资产的成本 仅仅包括在满足资本化条件时 这个条件的试点 至无形资产达到预定用途前所发生支出的总和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从开始满足资本化条件 至达到预定用途前发生的支出 这些都算资本化的内容 但是对于同一项无形资产在开发过程中达到资本化条件之前 刚才说从达到资本化条件开始 那如果在达到资本化条件之前 已经发生了一些费用化 进入当期损益的支出 我们还要不要转到资本化里面呢 不要不再进行调整 这种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可能一个时间段 比如这是一个开发阶段 开发阶段 在开发阶段呢 我们在前期这个阶段呢 我们都把它费用化了 当时呢 还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我们都把它有一笔支出 比如说一千万 我们都把它费用化了 然后从这个时点开始 就是我们这说的 在满足了资本化条件的开始 到达到预定用途开发成功了 这段时间呢 比如说花了两千万 两千万 那这个两千万呢 我们将其资本化 将其资本化 那么一个问题来了 有同学说 那这个最终是实现了 最终是开发成功了 那我之前投入的那一千万 当时不清楚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 所以就费用化了 那我今天最终是研发成功了 我那个要不要转呢 不再进行调整 我们的题目出的 只要考到这细节 我们有的同学还真不清楚 因为不仔细去看书 我们不能说一定要考 但是要看得细一点 你不知道考题在某个地方 就这么一小点 一个小问题决定了你这道题的对错 好 下面我们看这一节的第四个问题 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快捷处理 首先扩一总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一 企业内部研究和开发无形资产 在研究阶段支出 全部费用化 进入管理费用 前面说过了 第二 开发阶段支出 只有在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情况下 才能予以资本化 反之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情况下 进入管理费用 这前面都讲到了 第三 这一点请注意 如果确实无法区分 在实物当中 确实有可能是比较模糊的 不是那么分得很清楚 这是研究阶段 从明天开始就是开发阶段 其实是模糊的 如果确实无法区分 是研究阶段的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 那就本着谨慎性 将所发生的研发支出 全部费用化 进入当期损益 全部寄到利润表里面 而不能寄到资产里面 下面我们来看会计处理 这是借贷分路了 第一 当企业自行开发无形资产 发生研发支出时 对于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借研发支出 注意 不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我们前面说了 要寄到管理费用里面 没错 但是请大家注意 真的在进行账务处理时 是先通过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的明细科目 过渡一下 第二 满足资本化条件的 反过来说 那是另外一个明细科目 叫资本化支出 代方带银行 存款原材料 带应付 支付金融 等等 没问题 第二 企业以其他的方式 取得的 正在进行中的研发 研究开发项目 这个非常重要 不出题 则已出题 很多人就不会 也就是说 假定我从把别人正在开发的一个研发的一个项目 我直接就花钱把它卖下来了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花的钱全部寄到资本化支出里面去 然后我开始研发的时候 那就像前面讲的一样 符合资本化的寄到资产成本 不符合资本化的寄到当机损益里面去 所以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实际上是我从别人买了一个正在开发的一个项目 还没有开发成功的 他不要了 我研发 我要把它买下来 我进行研发 第三 请大家注意了 刚才我们说费用化的部分 并不是直接进入管理费用 而是先进入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里面 到期末的时候 我们一般到月底 把这个费用化支出转到管理费用里面 也就说明什么 最终 它是进入管理费用了 管理费用里面当然是要列明细的了 相关明细科目了 比如研发支出什么 支出的内容了 而这一点也提醒大家 我们到后面讲 利润表还会讲到 我们现在呢 要求企业 尤其是上市公司 在信息披露时 你要披露企业的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的金额 因为一个企业研发支出的投入大小 决定了这个企业将来发展的一个前景 所以呢 要求把这些资料详细披露 那么而这些费用化支出金额多少呢 都在管理费用科目里面去了 都进了利润表 管理费用是不是 进了这个管理费用这个科目是不是 但是企业会计准则 最新的财务报表格式 要求企业把管理费用里面 其中研发支出 费用化支出的部分 在利润表里面 单列个项目 单列个项目出来 研发费用是多少 这样呢 就是从管理费用里面少一块 在报表里面是这样 重分类的 管理费用里面又给挖出来 然后单独列在一个项目 研发费用是多少 这样呢 我们从报表里面 很直观的就能看出 这个企业的研发投入的金额大小 这一点等我们到利润表里面再说 好了 这是费用化的部分 再来看第四 资本化的部分 就是说符合资本化条件呢 符合资本化条件呢 一直都寄到资本化支出名气 科目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 这个我们刚才说 费用化支出名气科目 到期末 甚至在月末就给转掉了 而资本化支出 请你注意 这个没有研发成功都不能转的 因为要转是转哪 转无形资产 你没有研发成功 那就不能转 一直挂在这 所以呢 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 这是形成一个资产的部分 开发支出 我们科目叫研发支出 在资产负债表上 那就是开发支出了 好 第四步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问题 什么时候转呢 达到预定用途形成无形资产呢 我们才从资本化支出名气科目 转到无形资产里面 好 这就是有关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 无形资产的会计处理 那么在这一节里面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 讲了一下内部研究开发 分两个阶段 然后它的资本化条件 还有它的会计处理 尤其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费用化支出 资本化支出 怎么样进行账务处理 好 那么这节课我们就学习到这